数学专家出身的西蒙·莱文 利用数学来研究生物系统 他说群体中的个体 表现出类似的行为 不管他们是旷野中的狼群 还是华尔街的交易商 个体为了有限的资源而竞争 他们达成各种协议安排 包括合作式的 剥削式的 寄生式的 所以这些现象都是一样的 因此我在一些同事的合作下 20年前开始考察经济体系 2008年初 莱文宇人和写了TV 《银行家生态学》的文章 发表在《自然》杂志上 准确地预测了 由房贷市场出发的金融危机 他说 复杂交错的金融和银行体系 已经显现出不堪重负的迹象 如果在自然生物界 这将预示危机的到来 这些系统变得越来越彼此相连 当生态系统变得如此相连的时候 就会有崩溃的危险 如今在海洋和气候系统 因为人类活动 而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之际 莱文教授又把注意力 转移到自然界的威胁 所以我们研究鱼群 研究鸟群 当然我们还研究狼和牛铃等群居动物 以了解它们是如何组织起来的 又是如何应对集体问题的 他说复杂的体系需要具备坚韧顽强的回应能力 来应对新出现的威胁 而这在当今彼此相连的世界中是一大挑战 全球化的连接加大了脆弱组织承受到压力 所以我们需要有这样一个体系 首先它要有整体性的回应 好为我们争取时间 其次要有适应具体威胁的回应 我认为这是我们如何应对社会面临威胁的方式 不管是金融系统受到的威胁 还是生物恐怖主义的威胁 他说和人类的动物表情相比 我们人类拥有优势 因为我们可以对社会和自然界的风险进行研究 并设计出有效的回应方式 美国之音 奥沙利文 洛杉矶报道 美国之音 奥沙利文 洛杉矶报道